很多马来西亚人都有车 打油的时候就很会啦 可是讲到换轮胎 就不是很会了喔 所以今天这个影片 就让我小明和大家分享 选购轮胎要注意的五大点 走 上课去 第一点 轮胎类型 我发现很多人在选购轮胎的时候 都只看品牌 其实一个品牌之下 也是有分成很多种款式的 主要是定位不同 那以家用型的轮胎来讲 主要是分成三大类 分别是节能胎 运动型轮胎 以及性能胎 我先说一说这个节能胎好了 节能胎它主打经济 所以它的设计呢 主要是专攻在省油 耐用 同时又带给你舒适 以及安静的乘坐体验 就好比我前方的这个 Continental CC6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花纹的设计是非常的细 非常的密 因为这样的设计 能够带来一个非常宁静的 驾驶体验 而且这个Continental 它还特地在这个细纹上面 导入了自己的一个技术 这个小原点呢 其实是一个被称为 Noise Chamber 的技术 它主要是能够抑制 轮胎滚动时所产生的那个噪音 这个小原点能够将它 Milk 掉 这一类型的轮胎 通常它的这个 胎胶也就是它的 Compound 会比较软 主要是能够吸收 不平台轮面所产生的这个震动 带来一个更舒适的乘坐体验 通常这些轮胎都会采用一个 对称式的设计 也就是里面和外面都是一个 Balance 的设计 因为这样的设计呢 能够减低滚动阻力 更加省油 然后更加的耐用 但是呢 我也看到这个CC6 在Continator 最新的技术下呢 它们成功可以做到 采用一个非对称式的设计 的同时呢 又能够兼顾到省油耐用 舒适以及宁静 同时呢 因为它采用这个非对称式的设计 能够提升抓地力 更加的安全 但是如果你对这个操控 抓地性能有所讲究的话呢 那你可能要看的是这一类型 也就是运动型的轮胎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类轮胎 它的这个胎纹的设计 是和肩胎截然不同的 像是它的这个花本是比较粗 然后也比较远一点 像是这个Continator MC6 这个轮质型类条呢 它能够在车子激烈过弯时呢 能够将它所产生的压力 平均分散掉 带来更好的一个操控性能 你的这个过弯的极限 也就更加的高咯 除此之外呢 这个MC6 它的这个胎块设计 也是经过特别设计 能够提升高速行驶 以及过弯时的这个稳定性 那这一类轮胎啊 它同时也兼顾到这个刹车距离 无论是湿地还是干地 它的刹车距离 表现都会比较好 不过呢 你可能就会担心 这一类轮胎 它的这个胎弯酱厨会不会很潮 但是像这个MC6 它其实它的这个身潮呢 都是经过特别的设计 里面是富有这个消除噪音的特别结构 在高速行驶时时 它所产生的这个哨音 其实它也是能够没有掉的 不过呢 如果你觉得你本身的这个需求 并没有那么的Hardcore 你不需要那么好的操控性能的话 其实现在市场上还有一种全新的轮胎 那就是综合型的轮胎 我们从这一类型的轮胎的花纹设计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基本上是结合了 解燈胎 还有运动型轮胎的设计 它的这个花纹也是有细有粗 这样子啦 这样的设计呢 主要是为了要兼顾到 比较一个综合全面性的表现 像是宁静还有舒适程度 它也能够做到 然后同时呢 它也能够带来一定的抓地力 以及过弯表现 就好比这个Continuator UC6 它的这个花纹设计呢 其实是经过特别讲究主要是带来更好的 这个湿地表现 以及湿地的刹车性能 这一类型的轮胎 它整体的表现都是比较平均 包括在抓地力 耐用性 宁静舒适 以及操控方面呢 它都是比较综合的一个表现 我觉得这一类型轮胎呢 反正更加适合日常驾驶的一个需求 在选择符合你需求的这个轮胎种类以后呢 接下来你要看的就是尺寸了 在这一方面呢 我个人是觉得最好是follow你原装的这个尺寸 因为其实原装的这个尺寸是原厂的工程师 在各方面的考量包括安全性 油耗 还有就是舒适方面的考量之下 所做出的这个决定 当然你可能会觉得某方面不足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考虑升级轮胎 像是你可能觉得过弯的时候不够稳 那时候你就可以加快轮胎 又或者是你觉得这个轮胎不够舒服 你就可以选择加厚这个轮胎 又或者是你的车子动力已经升级了 输出功率方面是高出原装很多的时候 这个时候原装尺寸的轮胎肯定是hold不到的 这个时候你就真的是要考虑加大轮胎了 但是呢 加大轮胎其实是会影响到车子的性能 还有油耗表现的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个人是建议 你的这个轮胎直径最好不要加大超过3% 胎宽方面也是尽量不要加太宽 除非你的这个车子的动力已经升级了很多 怎样看尺寸呢 其实每个轮胎的旁边都会有这一系列的号码和字母 现在就让我来教大家解读这些密码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轮胎是205 60 R16 V 我先讲这个205 这个205是它的胎宽 也就是205mm的意思 而旁边这个60呢 其实是它的这个泰币厚度 但是这个60并不是mm 它其实是205的60% 也就是讲它的这个泰币厚度呢 是205mm的60% 多少你自己算啊 而这个R呢 指的是radio 也就是抗尸轮胎的意思 现在的这个家用型轮胎 一般上都采用这个结构 还有一个是ZR 出现在这个性轮胎上面的指标 Z的意思呢 代表着这个轮胎可以承受超过240公里的次数 至于这个16呢 则是轮圈的尺寸的意思啦 其实如果你注意看的话 下方这个更小的这个reading 16后面其实还有一个92 这个是它的载重指数 越高的这个号码呢 就代表着它的这个单颗轮胎的载重能力是更加的高 在这方面我也放出这个列表给大家参考一下 至于这个V呢 则是它的这个速度代号 那这个字母呢 其实不是像我们考试这样啊 你不要以为A就是比较好的意思 其实它这个字母啊 越后面就代表它的这个Top Speed可以越高 就好比我旁边的这个UC6它是V 但是那个MC6则是W 所以这个MC6它可以承受的急速其实是更高的 其实轮胎的这个台币啊 有点像它的这个爆身子 除了你可以看到它的Spec还有它的尺寸以外呢 它连出生日期它都有列出来 怎样看呢 你只要找台币有一个4个号码的这个code 好比这个轮胎是3720 3720指的就是它是在2020年的第37个礼拜出事的 而在这一方面呢 其实也不是讲轮胎越新就越好 根据我们的Jaden 小编告诉我啦 在这一方面轮胎其实是有一个保鲜期的 它最佳的状态其实是在出生过后的6到第12个月之间 最后就是3T的 这个3T不是什么TOK S TOK WEST 而是TRADEWEAR TRACTION 还有TEMPERATURE的 那我先讲这个TRADEWEAR TRADEWEAR其实是磨耗的指数 它的这个Rating呢通常是介于200到400多之间啦 越高的这个TRADEWEAR呢 就表示这个轮胎越耐磨 但是同时也意味着它的这个抓地表现会比较逊色 通常呢 这个半热龙胎啊 或者是热龙胎 也就是那个SLEEP TIRE 它是少过200的 至于TRACTION呢 它不是抓地力 它其实简单来讲 是看你的这个刹车距离的长短 它拥有4个GRADE 分别是AA、A、B和C 这个就跟考试一样啦 只要是约前面的字母 就表示它是更加好的 所以AA是最好的 最后就是这个TEMPERATURE 也是我个人觉得蛮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这个TEMPERATURE呢 它其实是以速度来衡量 它有不同的这个Rating 然后不同的Rating 有一个安全的时速 如果说你的这个轮胎 超过了这个安全时速的速度的话呢 严重起来喔 它这个轮胎过热 它甚至可能会爆胎 在这一方面 它也同样也是三个等级 分别是A、B、C 旁边我就做出一个列表 给大家看这个A、B、C 每个抗热指数的一个 能够承受的这个速度好了 那以上就是这个选购轮胎 必须注意的五大点 其实我觉得在选购 符合自己需求的轮胎的同时啦 这个轮胎的质量 还有它的稳定性 也就是Consistency 也是蛮重要的 因为有些轮胎呢 可能一开始很好用 可是长久下来它就开始变质 在各方面的性能 并没有像一开始那么的好 这一方面呢 我觉得我身后的这个Continenter 它们在质量 还有这个稳定性方面呢 就有下了很多功夫 因为它们在推出新产品之间 其实是经过长时间的研发 然后在不同的环境 还有温度下 经过严苛的测试 以达到它们所要的这个安全需求 还有符合市场的这个要求 像是我身后的这场轮胎呢 虽然都是不同的定位 但是呢 它们是做为我们这里的市场开发的 在这个排水槽方面 它们其实有经过到 因为它们知道我们这里雨量很大 所以这三颗轮胎在排水 还有这个湿路方面的性能 其实都是有量身打造的 那讲到Continenter 这个德国老品牌 它除了老以外 其实它在这个汽车业 也是一个数一数二的大品牌 它不只做轮胎 它还有做汽车的部件 包括你车里面的那些电子部件 其实很多都是Continenter出品 那讲回轮胎的最后部分 Continenter 也是市场上 最大的原装轮胎的一个品牌 许多汽车品牌 在选择这个原装轮胎的时候 也是所谓的OEM 都会考虑Continenter 这个品牌 那在外面的市场上呢 其实Continenter 也是最大的其中一个品牌之一 也是很多人的一个首选 好啦 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不知道大家对我刚才所说的 这五大点有什么看法 有什么意见呢 还是你觉得选购轮胎 还有其他的地方需要留意的 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和我们分享 而你喜欢的轮胎品牌又是什么品牌呢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我是小明 今天的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不要忘记啊 喜欢这样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支持我们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